它這邊迷惹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收個音喔 超脆 好好辣 台南吃貨市場 好棒 新宿主席我是阿森 耶 今天來到國華街 國華街那些經典的美食啊 就是什麼春捲啊 掛包啊 哇粿啊 哇粿都太遜了 我跟你講 這次啊 帶大家來吃的就是 最近在台南 非常紅的 就是 那這間米粿呢 是把那個肉有沒有 炒在那個米漿裡面 那這間呢 也是非常坎坷的一間米粿 它一直搬家 最後它長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 就是已經可以穩定下來了 也就是我們的 這間呢 剛好符合我的期待 然後就是一面煎得很脆 然後卡滋卡滋卡滋的 然後咬下去之後呢 還會有那個果的那種 綿密感 啊 反正大家吃吃看 我之前非常喜歡的米粿吧 Let's 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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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哇 啊 不回答 好啦 我們都上桌咯 我們也要點了 鹹豬肉飯 豬油拌飯 和 招牌的米果 炸雞跟 甜不辣 然後我跟大家講 它這邊迷惹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收個音喔 超脆 脆到爆炸 我跟你講 我每次來啊 我的蛋一定會加兩顆 一顆散蛋 一顆半熟蛋 就像我這樣子 然後啊 我會把半熟蛋的那個蛋液有沒有 把它用到這個羹上面 然後你們如果不吃 那千萬不要加太多喔 它這邊的辣椒是自己手炒的 然後這樣子有沒有 沾蛋液 再一點這樣子的羹這樣 哇塞 超脆 好辣 我平常是不會那麼夾的 因為真的太辣了 然後它這個羹啊 它是用筍絲魚 還有一些肉末油蔥去炒 所以它的香氣很準 它這個比一般那種辣粿的成本還要高 因為它的用料非常扎實 超好吃 再來吃一下這個 我跟你講 豬油斑斑我來這邊啊 我都會給它 雙拌 像這樣子 然後它們還會給你一點這種 它們自己炒的肉燥 配一點蛋蛋這樣 超級好吃的啦 它那個鹹香鹹香很棒 然後它會幫你淋一點那個 蒜汁 所以它那個整個蒜頭的香氣 也會在口腔裡面這樣薄開來 哦 夭壽 很濃厚 好吃 讚啦 跟你講 這在地人都會點這個 你看它有菜 有鹹豬肉 還有一個蛋 然後超級重 這個只要85塊 然後如果是你想要吃米果羹 又想要吃肉 那你就點米果 然後再點一個 單點豬肉就好了 吃吃看看它的鹹豬肉 它有鹹豬肉有沒有 這先醃過對不對 然後啊 外皮還是裹的那種 傳統的炸粉 吃起來外面就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它肥瘦筆啊 很不錯 有油也有瘦肉 但它的油脂的部分啊 不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油 重點是它這邊的米 真的也是很厲害 你這樣子看就知道了啦 你看它的白飯 有沒有 都粒粒分明的 不會固在一起 超好吃 然後另外啊 我很喜歡的就是這個 媽媽炸雞 我之前問過老闆娘 老闆娘說他們有用那個 優格有沒有 就是醃的 但優格就是天然的那種類似的類酵母 所以啊 它可以去軟化肉質 就沒有什麼軟肉劑啊 還是什麼韌肉筋啊 沒有 這純天然的 超好吃 而且他們用的雞腿肉啊 是用氣冷雞你知道嗎 小吃攤用氣冷雞 我也不知道他就一直笑了 再來吃一下這個甜不辣 它的甜不辣也很好吃耶 它是手工的甜不辣 魚味很重 你看它 它這個厚保護衣 包的地方很脆很香 厚的地方啊 你可以吃到那種 彈性的口感 超幸福的啦 好啦 我們熱烈把它吃一吃 再做個抖起吧 好啦耶 我們吃完了啊 我覺得 它的口感還是沒有變 然後現在這個新的位置啊 我個人覺得 算是比較舒適一點 然後也比較大 雖然你看起來 它好像沒有內用空間 但是它是有內用的 然後它的餐點我覺得 你們一定要點它的鹹豬肉 如果你吃不吃了飯有沒有 你也可以點它的那個鹹豬肉 還是它的炸雞還有甜不辣 都非常的好吃 我真的覺得喔 它絕對是一個 被米果耽誤的鹹素祭店 你知道嗎 甜不辣也好吃啦 炸雞也好吃啦 然後鹹豬肉也是很好吃 然後它的鹹豬肉跟炸雞 都是自己醃的 超好吃的 一定要點嘛 好啦 最後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加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米果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給我們知道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下一個影片再見 下一個影片